好,我们谈谈Tesla,因为公布了第二季的数据 交货量接近25万5千架 按年有2成6的升幅,按季就有1成7的跌幅 交货量其实就低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就是25万6千两 看到数字,还有稍后我们也会详细谈比亚迪 因为看到两家公司出了季度数据之后 就看到比亚迪上半年的交货量就超出了Tesla 好,Tesla单计6月份的股价就已经跌了11% 你好像今年开始都已经不太看好Tesla的前景 好,来到这个水平,距离高位又跌了不少 现在看到交货量就失去市场预期,最新的 未来股价的前景你又怎样分析? 我觉得这些不会无端端冲 无端端不会说是什么入市机会 你说高位是没错,由1200几元,拆勢后开始计算 1000几元跌下来,现在跌了一半左右 你又试试把图拉远一点,我也是这么说 如果我们说指数要回到covent底的位置 Tesla就真的要回到covent底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们完全不会想起这一件事 但问题就是,怎样困扰着Tesla,特别第二季的走势 就是刚刚出货的数据 其实它每个月都有公布数据上面 第二季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而股价已经在行这一件事 所以现在市场最关注的就是供应链问题 如果你说Tesla,未来可以解决到供应链的相关问题 那些车可以再继续大卖 那股价就有机会有一个起息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任何迹象 课施看到有这个情况出现 还未去到 它也说未来有很多Mega Factory 就是那些超级工厂会落成 但是问题是它现在面对这么多供应链的问题 是不是真的做到的 市场就在质疑 甚至过去一个月听到很多声音 Tesla去请人方面 都没有以前那么积极 所以你看图上我们不是说要去高分币的位置 Tesla是不可以去高分币的位置 很恐怖的 但是暂时来说600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你如果任何短线投机筹筹 都应该以600元作为一个止蟀位 但是问题就是这些位置 短线又弹上来了 弹了一成就去追 我觉得直播率不高 你承担风险一成就有 但是是不是突然觉得没事 上回到1000元楼上 看不到这个画面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有货的 看你什么位置拿着 1000多元都拿到来 那一样用回600元这种资讯 但是短炒这样计算的话 未来看着消息来走 暂时来说 始终供应件的问题 和这些叫做估值比较高的科技股 我觉得都不是一些什么 很好的入市时机 好啊 那大家就继续看着消息 مس识盐 perfection 潢aints merging 家职 acontece satellites 工作 ブーブー